是吗 这太好了 您拿着卖 这里是蘑菇军直播 您先给大家打个招 什么听 蘑菇军直播 蘑菇军直播 大家好 我是谁 我是谁 刚好多人说要娶你 真的要娶你 后来有人说 他们想嫁给你 谁要嫁给我 好多人就说要嫁给你 有人吗 打起来了刚才 有打起来吗 对 哇 谁叫我小名 我生气了 晕啊 怎么晕 怎么晕 这还不够晕呢 所以两位 今天是 刚才有人欢呼说 淘宋 又来又来 你看又来又来 心想时尚 今天手机没电了 对啊 这手机快没电了 谁要跟我说话 老爷 老爷 我的妞 我的妞 嗨 我都不好意思 你想跟我们聊什么呀 我想插嘴 但是我怕他们骂我 他们说我们完全嗨呢 你说 你要娶我 还是想两位 能不能介绍一下 两位在这个剧当中的这个角色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见人就是脚筋 哎呀妈呀 哈哈哈哈 我们在戏里面是好姐妹 嗯 嗯 彼此温暖着对方的那种姐妹 我们五个女孩子 我们两个是其中两个 我们是一部非常时尚的戏 然后非常积极阳光 充满温暖 但是也充满激情 嗯 就百分之十的电了 怎么聊啊 这还 而且我们是充满正能量的戏 我们是非常励志的戏 而且是五个非常有魅力的 不同感觉味道的女孩子 对啊 五种颜值担当 你们要哪一个 五位刚才在台上有做一个表演嘛 你这个表演 涛姐能唱两句吗 涛姐终于来了 等你好久了 天呐 真请 才到这儿 你们反应太慢了好吗 反应太慢了 就是 是你的手机反应慢吗 对 是我手机的问题 不好意思 手机快道歉 所以刚刚说到这个 五位是这个五米当中的两位嘛 对吧 我们先来聊聊 刘涛老师这个角色吧 安迪 是外表很强悍 但内心很纯真 这样一个角色 您是怎么理解的 就是我嘛 外表很强悍 内心很纯真 对 所以我们 大家其实也一直想说 说你生活当中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但是我生活中并不冷 我生活中还是一个 很热情 很热情 非常热情 我没有看过您的真人秀 佩佩姐特别喜欢你 喜欢不得不得的 然后大家就很说 你是不是同样 跟佩佩姐一样 比较喜欢情怀的女孩 像我这种有段懒散的 要给你命中当助理 你要吗 我喜欢照顾蓝散的 是吗 我就是个老路命 对 她特别爱操心 喜欢去弄的这个 弄的那个的 所以两位是因为 都各自多才多艺 所以关系才是比较好吗 她比较多才多艺 哪里啊 她比我会的多的多的多 她智商极高 我对 你情商极高 我们俩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组合 对 我们俩在一起真的是 IQ啊 EQ啊 都无限了 她有什么Q 各种Q 什么IC号 对 所以我们来到了哪 ICIP 对 这讲解老师好像有发一组微博 您背着导演嘛 天气人啊 导演是最好的健身技才 那加上这几乎 怎么吃鲜 怎么这样 就是在现场冷的时候 说想让自己锻炼一下 能够暖和一点 所以就背导演 导演就是一直觉得我们在嘲笑她 所以她减肥现在成功了 对 多亏了这段这个东西 对 多亏了我们嘲笑她 下一个就到你了 好的 下一个到我了 我也需要减肥成功